第668集 多谢行天单尊 崔元唇角展开邪魅的笑容 指尖闪烁雷光电火 无数冰雷碎片汇聚成一柄寒冰长枪 寒光绽放之下 一条条冰龙浮现而出 恐怖的杀意向着夜沉冲撞而去 他握住寒冰长枪笑道 小杂嘴啊 今天是你的忌日 这些棺材留给你自己用吧 正好我要用你的鲜血 祭奠我死去的孩子 等等 灵一旦尊总身来到崔元身前 指尖闪烁青光 化作一团青云披山似的一般 将崔元击退开去 目光威严 我才是总裁判 没有我的允许 谁敢动手 就地诛杀 灵一 星天丹尊猛地站起来 指着夜沉道 这小杂嘴自己找事 你阻拦什么 刚才的情况你应该也看到 难道你真以为 这次丹道大笔 有你一人掌控 他长吸一口气 怒视着灵一丹尊言道 这次 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闲事 灵一丹尊刚想说什么 夜沉便是站了起来 拱手道 前辈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此事由我起 就该由我结束 灵一丹尊 既然崔元找死 我又准备了棺材 还请丹尊允许 让我亲自送他进去 这 灵一丹尊看向夜沉 传音道 你的修为 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吧 上次的事情之后 崔元闭关多日 更是准备了许多底牌 真要动手 你可能不敌呀 放心 这老匹夫不是我的对手 夜沉煞有意味地 看向崔元 笑道 导元竟七层天 便想要出来 叽叽歪歪的 所幸我在丹道大会 进行之前 先将你击毙 道元竟七层天 一家家主 又算得了什么 这个层次的家伙 夜沉丝毫不在乎 好 灵一丹尊选择相信夜沉 便面向群众 以及爬上来的 各大年轻恋丹师说道 现在 崔家家主崔元 挑战夜沉 本尊已经允许 他们将会在擂台之上 举行比武 其他人先到擂台边缘处等待 话音一落 他手掌呈横劈状 横滑出一记狂风 将偌大的擂台笼罩 保证战斗余波 不涉及其他地方 崔元一手掌握寒冰长枪 一手握拳燃烧熊熊烈焰 随即浑身覆盖沙翼 一股强横的气息宣泄开来 好似苍龙浮现 他一拳挥出 寒冰四射 苍龙飞腾 白虎笑天 两种虚影 萦绕在其蓝色的拳头前 大气磅礴 叶晨 你这个小杂碎 你师兄叶世天 灭了我崔家这么多人 今天我先诛杀你 掏点利息 再去诛灭你师兄叶世天 叶晨谋战冷殿 抬手间崔枯拉朽 磨灭无数寒冰 击溃苍龙与白虎 鱼波溃散而出 全尽直取崔元 一道巨响 叶晨的全尽 将寒冰长枪生生打碎 无数冰蓝色的碎片 扩散开来 强劲的全尽 落在崔元身上 半空中 崔元猛喷一口鲜血 多处内骨断裂 骇然的看着叶晨 他左手捂着胸口 右手凝聚出一柄白金长剑 朔长的剑气纵横交错而出 我不相信 你还能成为第二个叶世天 叶世天诛杀我崔家多人 已然是耻辱 你叶晨还想来侮辱我崔家 绝不可能 崔元 我说过 给你准备的棺材 你一定会用上 叶晨一脚踏出 一个强大的气势爆发开来 上冲九天 下阵之地 他如一尊魔王一般 如若汪洋般的力量 汹涌而迸发而出 形成一道道长剑 将崔元四周封锁 阵 叶晨轻贺一句 百石长剑同时焕发光泽 搅碎了崔元的白金长剑 而后 剑身各自闪烁光泽 迸发出一条金色锁链 百石条金色锁链相互交叉 将浑身颤抖的崔元 声声压跪在地上 动弹不得 堂堂崔家家主 便是这般面朝叶晨跪在地上 毫无反抗之力 天啊 夜晨他什么时候战斗力这么高了 洛瑶捂着樱桃小嘴 诧异地看着眼前这一切 崔家家主崔元啊 却让夜晨打得跪在地上 夜晨的实力 恐怕和他师兄夜视天差不多了吧 这也太强了 洛瑶美目叛息 惊骇到极致 他没想到夜晨真的赶回来 更想不到夜晨竟然强大到了这个地步 混账 行骗单尊健壮 脸色彻底黑了 怒吓一声 抬手而出 无穷力量交织而出 顿时 一只红色大手落下 铺天盖地 像是一片红色的云朵压盖下来 浩瀚莫测 神威滔天 是帝尊镜强者的力量 如此一击 击杀帝尊镜一层天强者 都足够了 帝尊镜 一层修为便是一层天 帝尊镜四层天的行天丹尊 亲自出手要抹杀夜晨 夜晨小心 洛瑶和若寒同时出声 两位丹须镇的大美女 同时提醒夜晨 雕虫小记 夜晨冷哼一声 直接拿出九幽试天枪 凌空刺出一枪 穿透一切 枪间平淡无风 没有一点血气和力量波动 反谱归真 可真触及到红色云朵时 却让行天丹尊都无比凝重 好胆子 行天你敢出手 灵一丹尊迅速出手 飞跃而起 剑光摇曳 就像是腾飞升空的青龙 青光一闪 龙身包含无尽道运 狂冲而出 直接击碎了红色云彩 他手持长剑 怒视着行天丹尊道 你若再敢出手 今日这丹道大会 就不必举行了 你我生死一战 哼 行天丹尊转身 回到座位上 行天丹尊 丹尊哪 救我 行天丹尊 擂台上跪着的崔元 发出哀求的声音 行天丹尊冷哼一声 也没有理会他 崔元自己找死 活该 不清楚夜沉这小杂碎的底细 崔元也敢出手 便是他刚才出手 都感觉到了夜沉这小杂碎的战力 至少媲美帝尊敬一层 虽然古怪 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丹尊 丹尊 行天丹尊 崔元见到行天丹尊 不理会自己 便看向夜沉喊道 夜沉上 请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我求求你 放我一条生路啊 夜沉毫不理会他 五指张开 抓来一口烂木头棺材 他收起九优式天枪 右手猛地拍出一掌 掌心金光席卷 如一片金鲍 又死汪洋滔滔不绝 汪洋澎湃 粉碎了崔元浑身骨骼 经脉 随之 剑阵拔地而起 将崔元身躯 带到夜沉身前 夜沉挥手 将崔元放置在 烂木头棺材之中 手心落在崔元眉心之处 用力一点 血气爆发而出 直接崩碎了崔元的神魂 同时间 灵一单尊也解开了 擂胎上的护照 我说过了 你找死 我提前送你到棺材里面 等着 夜沉合上棺材盖 总身一脚将棺材 踢飞到了崔家众人的 座椅周边道 你们家主 向单尊申请挑战我 我接受了 现在 我把你们家主打死了 领回去吧 你 夜沉 你 崔家大护法 三大客卿长老等等 皆握紧拳头 确实不敢出手 他们扫过 行天单尊 灵一单尊 白雾单尊等人 便道 夜沉 但到大会 我们不与你动手 但到大会结束后 你可敢与我们生死一战 生死一战 你们几个老家伙 要不要脸啊 你们这么多人 实力强悍 夜先生才到原境 说生死一战 你们真不要脸 洛瑶直接站起来 替夜沉还嘴 你们几个老家伙要打 有本事将修为 降低到道原境 再和夜先生打 同一时间 另一道清香飘过 一个绝美少女 也是站了出来 对崔家众人道 还希望 崔家不要欺人太甚 你们家主自己 实力不尽 作死 我们都可是见证的 说话的 正是参加大会的 另一位少女 若涵 若涵纵身飘逸而来 她明珠土下 除尘多姿 天生魅骨 容颜近乎完美 挑不出一点瑕疵 夜沉回头一看若涵 不过十八岁模样 体态鲜柔细长 如仙女般精心雕琢 如雪肌肤 似带着寒霜 明艳冷冽 像是冰玉之身 早先夜沉一直没有注意到入寒 她对外人没有太过关心 她最在意的便是血灵族的事情 约定时间将至 如果不在这之前提升自己 后果必然危险 等解决丹绪阵的事情 她便开始打算提升地尊境 她和血灵族强者动手过 知道血灵族强者的可怕 那六位血灵族秘境的强者 就如此恐怖 更不用说血灵族降临的存在 不管如何 这件事她无法逃避 轮回墓地的大能被困 她更是百人唯一的希望 她没有选择 叶先生 若寒见夜沉没有反应 轻轻喊了一声 夜沉瞬间醒来 夜沉清澈的眼眸落在若寒的身上 这一次却是微微失神 因为此刻若寒的神态和当初 见到的夏若雪一模一样 若雪 话语刚出口 却是让若寒疑惑了 叶先生 若雪是谁 我是若寒 夜沉深深地凝视着若寒 这才发现自己认错了 从华夏踏入昆仑墟快一年了 当初夏若雪没有被她带入昆仑墟 她时常会想起 后来面对敌人越多 身上的担子越重 就更没时间去想 自己好歹在华夏有个老婆 还是目前而言唯一法定的老婆